升级论症 今天就推介一下 就看看有没有机会博一下 3008淡仓的港交所 纯粹重看那个走势 近期的波幅都比较窄的 所以变得你做这个 落位的时候 其实指示位相对容易看的 但如果你说下网空框可以很大 就是假设你的市场要队的时候 我也都不相信3008不会跟队 那你说最近3008有什么特别消息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 最多是那个升级变成石头 但也没什么特别令股价有变化 只不过就是你看到 在这些风雨飘逆的日子 如果你说没什么事干的话 其实成交就明显缩了 大家也不太出手 那会不会令到3008 股价的支撑力度不太大呢 那当然啦 那你说如果市场要队的话 那其实3008相对来说 就算是挺硬正的 如果你说纯粹从走势看 那如果你说要追跌的话 那3008的空间都挺大 所以今天就试一试 撼一撼这3008了 下面的我们就看之前的低位 大概310的位置 那上面指示就用回近期的顶位 大概338了 那几元做指示 那我们就博他杀回来20元 看探港交所的产品 那我们有这个升展的3008的put 那编号就12440的 行使价265.68 那11月底到期的 那实际杠杠杠就5倍左右 那这个put就胜在够长身 那变了坐起来都比较舒服 因为刚才也说了 3008近期就比较扎幅 那可能要等他走单边 要一点时间 那这个put就可以长身点 坐得好些 那有5倍实际杠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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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